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在一开盘 哇 不得了 一开盘又是跌超过百点最低来到16748 甚至于怎么样 甚至于还直接往季线来做一个测试 如果你季线是以这个60日 60日均线来做一个评估的话 那今天甚至于在今天盘中 是破了一度是破了这个季线 好 不过就在破了季线之后 我们看到整个加选指数 也随即做一个拉升 甚至于盘中一度怎么样 还翻红变小掌八点 好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其实季线 它还是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上扬的一个军线 所以它还是具备一定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力道 加上整个技术指标 已经慢慢的从高档 也慢慢的进入到50以下 它渐渐的进入到所谓的低档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除非美股的跌势有进一步的一个扩大 又或者又出现了新的一个利空 让整个盘面的波动加大 否则一如我在放台风价之前 告诉各位的短线而言 台股当然它就是呈现一个区间震荡 当然不可否认你说 这样的一个形态好像对多方比较不利 确实是不利 但是我说过低档的支撑其实也似乎有转强的一个迹象 所以上有压下有撑 它就是区间的一个震荡 那在区间的一个震荡里面 我说过最重要的 你不用去在意指数 今天涨多少跌多少 既然是一个区间震荡盘面个股表现 就代表你的资金有没有摆在对的地方 你有没有在对的时间出售 又或者你有没有在一个对的时间去做一趟分段操作 因为区间震荡就是轮动 轮动 股票涨上去就跌下来 涨上去就跌下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分段操作的一个重要性 那是更加的一个重要 好 那至于说接下来该怎么样去留意整个操作面 我想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 还记不记得放假前 礼拜三当天 哪一个族群最强 是不是大家都在讲超导体 都在讲LOK99 对不对 那当时记不记得 忘记的 我都欢迎投资朋友 你可以回去看看当时 我们在礼拜三我节目里面怎么讲的 我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你 即便当天有很多的股票 什么泰鸣啦 什么第一铜啦 甚至于跟一些 所谓的一个磷酸炎有关系的 全部都都公让讲停板 可是当时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我都超导体 当然你要讲它未来 如果说一旦真的开发成功 这确实在应用面上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毕竟 在传输的过程里面 它不会有功耗 也不会发热 所以这当然在应用面上 这是一个 所谓的革命性的一个成功 但是我说过了 如果说以韩国的实验室 它只是初步的发表 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结论 结果这个结论一出来 大家就开始乱吵一通 你说铜 当天 有没有 第一铜攻上掌停板 有没有 结果呢 今天变跌停了 还有什么 当时的泰鸣 有没有 当天是不是也是掌停板 结果呢 今天又变跌停板 甚至于我说过 磷酸炎的 这个本来叫什么 人家这是在做什么 做胆固醇的磷酸炎 这跟一般我们在 所谓的LKK99里面的磷酸炎 是不一样的 结果当天有没有 当天也是莫名其妙 被攻到了一个掌停板 将近掌停板 结果后来发现不对 这好像没关系 当天就下来 今天再来一根 你看那一天 多少人 就前天的事情 我问他 大家还记忆犹新 有没有 我说过你要去思考 这个题材 即便在盘中 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应 它到底对于未来 这乱草一通的 还是它真正有题材性 有没有 我说你要讲 当天很多铜啦 铅啦 甚至磷酸炎 都攻上掌停板 我说你只要去看 如果说这个超导体 它真的开发成功了 当时我还提醒你 纵使开发成功 到未来商业应用 我想这还很长一段路要走啊 那纵使可以让你马上进行 所谓的商业运用 那么我说过了 你铜 如果真的那么的一个 好 需求那么的强 你铜价要不要上来 铅 如果说未来 这个超导体真的开发成功 这未来的应用 这么的一个广 你铅价 是不是马上要上来 结果当大家在吵第一桶 在讲太明如何如何的时候 你会发现 国际的铜价也好 国际的铅价也好 那基本就没叮咚啊 它已经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 很虚幻的一个题材 既然是一个 很虚幻的题材 你盲目地跟人家做追教 是不是让自己就暴露在一个 很高的一个风险当中 对不对 而相较于 大家在追逐这些所谓的 LK99 这些所谓超导体的一个题材 我是不是 不断地提醒各位 我就相较之下 AI 即便 在今天之前 在礼拜三之前 当时AI股价出现 大幅的拉回 几乎盘面上 也不会跟人讲AI的啦 为什么 大家只有落井下石 股价在跌 谁敢去帮他挂背书啊 对不对 当时在讲 大家都拍手叫好 一跌下来 大家都闭口不讲 甚至于落井下石的一堆 但是当时我就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我说我有没有讲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我都欢迎投资朋友 去看看礼拜三 我们的视频是怎么讲的 我当时很清楚地告诉你 我还好几天都告诉各位 我甚至于举了什么 我甚至于拿过去的航运三雄 我说航运三雄 它为什么大涨 因为运费的一个调涨 因为塞港 那为什么塞港 因为疫情 那不管 因为疫情也好 因为塞港也好 总是你运费调涨是事实 但你在变动成本跟固定成本没有太大波动的情况下 你运费突然调整 变成说你的毛利大幅提升嘛 毛利大幅提升 就让你的一个净利怎么样 你的一个利润也会大幅的提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利润大幅提升 你说股价涨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啊 所以你看当时的长荣 当时的阳明 甚至于什么 包含像这个万海 应该这一涨涨六个月 而且这一涨怎么样 一涨还涨了 你看小一点的 长荣涨了七倍 阳明高一点 还涨了十一倍 有道理 对不对 可是我也跟各位提醒 相较于航运三雄 因为航运三雄 它是运费的调长 并不是说 本来没航运 好那因为塞港 好那因为怎么样 因为疫情 所以突然有航运这个产业出来 不是嘛 它只是原有的一个产业 不过因为这中间 有一些产业的一个变化 让它的利润大幅提升 当然这也有让它 股价上涨的一个道理 我绝对认同 可是相较之下 如果说有另外一个产业 是过去是没有的 现在变成有了 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 我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力 绝对比当时的航运三雄 要来得大 因为就是从无到有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种才可怕 对不对 那如果说航运三雄 都能够一涨涨六个月 如果航运三雄 最少都能够涨七倍 多了甚至能够找超过十一倍 AI 我说这个产业 如果就一个波段来看 今年才是AI元年 我甚至于举了当时2007年 第一支iPhone iPhone一带出来的时候 引发了所谓的智慧型手机的革命 你看整个智慧型手机走到现在 还在走 所以我说AI绝对不可能 就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股票涨多了 我说整理 这天经地义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整理过后 整理过后 它绝对有再涨的一个实力 甚至于当时 我还告诉各位 有没有记不记得 我当时告诉你 像伟创啦 广达啦 技嘉啦 光宝啦 当时全面大跌 有没有 我说机会来了 这个有图有真相 这个都欢迎投资朋友 你可以回去看看 我们前面几天的视频 去看看 我们有没有这样讲 甚至我说过 拉回来 当然没有要你明天 马上跳下去买 我还当时告诉你 既然机会来了 那这里面 到底你要买哪一档 你不可能四档都买嘛 四档都买 不是说不行了 这样是没效率了 所以当时我也帮各位怎么样 超级比一比 有没有 我从三雄里面 帮各位去比较 它的波段涨幅 去比较它的AI的一个占比 甚至于在整个获利面的部分 我们都整体的做一个评估 那我说过 如果再搭配 它筹码的强弱 再搭配 它在整个AI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度 其实你不难发现 拉回你要先买哪一档 有没有 那甚至于我说过了 在这三档买点出现之前 我们有一组先发名单 什么叫先发名单 就跟先发投手一样 最优秀的才会当先发投手 就像篮球 前面五个上场的先发名单 是不是都是最强的才会当先发 所以同样的 看好AI 即便当时全市场已经几乎听不到 在讲AI好的声音了 可是当时我力排综艺 我告诉各位拉回 AI反而是一个机会 有没有 那除了三雄 拉回要找机会以外 我甚至于还帮各位规划了一个先发名单 有没有 我说这两档股票 是我从三雄以外 从三雄以外 我们在掌握的 甚至于它比三雄的爆发力 还要来得起来 为什么 因为它的第一个 它的位阶比三雄要来得低 三雄这一涨 有涨三倍的 有涨五倍的 那如果我告诉你 这里面有一档 甚至于它的涨幅 连一倍都还不到 你会不会觉得它的股价太委屈 那如果股价太委屈 那你会想说 股价委屈一定有道理 是不是它的东西没有出来 那我再告诉各位 它的东西人家老早就出来了 而且人家订单怎么样 都已经接到明年 东西没出来 怎么接订单 订单都接到明年了 也不会比三雄来得差 那再加上 包含像它的合作伙伴 有NVIDIA 有Intel 这个是国际系的一个大厂吗 两家都是一样 这家是NVIDIA跟Intel 是它的供应链 如果说这两个未来要大成长 那你想 它的供应链 难道不会水涨船高吗 对不对 它的企业需求 也是旺到明年 两家公司其许 都有所谓的异曲同工之妙 最重要的 都已经有获利 而且第二季的获利 第二季的获利 都比第一季好 你不要小看这一点 你看现在陆陆续续 美股也是一样 台股也是一样 陆陆续续在公布财报 为什么每次在公布财报 大家会惊惊惊惊 为什么 因为怕说 在整个财报公布的过程 尤其在公布季报的时候 会有什么 会有惊吓的一个情况出现 为什么会有惊吓 你很怕第二季的获利 比第一季差 那如果这里已经告诉你 他第二季比第一季好 台股来讲 对他是利空吗 对他是不确定因素吗 对他反正是利夺 所以在这种情况 会不会引发法人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锁定 对不对 加上位阶低 外资 你看这个 外资的目标价都出来了 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股价来看的话 少折50%了 多的甚至于将近倍数都有 那你认为在现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拉回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你看今天 我讲这些 我不是第一天 今天看到AI反弹 我才讲 前面几天没有人再敢讲AI的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各位这个 对不对 那更何况今天AI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 但是纵使AI出现止跌反弹 我说过了 三雄我没有要你礼拜一 马上跳进去买 我们现在先发明 但是这两档 如果你认同的 你认同的 我都非常欢迎投资朋友 你今天 或者说这个假日 因为我说过了 股票操作无非就是一个买点跟卖点的掌握 一个好的买点会决定你一次操作的输引 买点非常的重要 即便你看好这档股票 你什么时候买 你买的太早 未必有得到好处 你买的太少 你也看不到效果 所以如果你认同的 这两档先发名单 你想要跟上我们操作的 你两档选一档 你两档选一档 然后在我们的股市我兵汉 Light at官方账号 官方账号 你只要在视窗打上 我要百万体验 先发名单 我就让你两档挑一档 我帮你规划 不过你要先准备一百万的资金 我说过了 一百万的资金 才看得到效果 你的资金要集中起来 否则资金太少 不是说赚不到 赚不到大钱 所以如果说你有一百万资金的 你想来体验这两档 先发名单的 在我们股市我兵汉 官方账号 记得 在对话视窗 打上我要百万体验 先发名单 至于 你还不是我们股市我兵汉 官方账号 Light at的一个朋友 来 要不就打我们的一个ID at RBH88 又或者直接怎么样 直接用QR Code 做一个扫描 但是扫描完 加入好友之后 还没有结束 记得在对话视窗 要打上 我要百万体验 先发名单 我们下个礼拜 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